那你体重一百多少呀 一百多少 这一百多斤啊不是多少 我为女孩子体重是没有礼貌的 你知道吗何谓呢 妹妹那你对另外一半的房子 车子金钱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吗 房子呢有的质就可以了 一百平差不多吧 一百平少还要十万块一瓶 一百平要一千万了这个 妹妹啊我们饭也吃好了 我们聊聊天吧 什么跟你聊天啊 我说呀就随便聊两句啊这个 随便聊两句啊这个 要聊什么 比如说你是什么星座的啊对吧 你怎么做什么工作的 比如说我跟你说呀 我姓蒋双子座属猪 我小名就叫蒋双猪 我的好朋友叫邱楚姬姓邱处女座属 那你什么星座的 我射手座姓沈啊我叫沈和辉 那你属什么呢 我属猪呀 巧了我也说 你属猪知道好玩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老师呀 老师啊这个 你为了师表才这么花这个 花嘛小朋友都喜欢我呀 你是什么学校的这个 我华师大的 然后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做了老师 哇这个好羡慕啊 在幼儿园上班 交小朋友的 幼儿园啊这个 零的呀这个 孩子王啊这个是 是的呀 我看来我要教一下你了 我要教你了 我很可能 我是一个花多 我也是小孩子啊 是吧 我虽然我年纪大的头发又少了 但是我那个 心灵这个我很年轻了 是吧 那你身高一米六几啊 比你矮一点点吧 那你体体重一百多少呀 一百多少 这一百多斤啊不是都是 我为女孩子体重是没有礼貌的 你知道吧 合作呢 哦好吧这个这个 哦那你上班远 远不远了 嗯还好吧 一个小时啊这个 不用一个小时啊 我骑个电瓶车 然后再转个地铁啊 再乘个公交车 差不多一个小时不到一点 还可以 你还骑电瓶车公交车地铁啊 这个 我靠啊这个 90后的这个 那你谈过几个朋友了 你谈过几个啊 我大概谈过一二三四 没我我没几个这个 不是有六个了吗 至少六个呢 差不多吧差不多这个 你谈一个就结一次吧 哎对啊我比较单纯这个 我我跟人家谈朋友的目的 就是要结婚一 一一一辈子的这个 你和那个81岁的那个老太太结婚 是什么意思了 这老太太他关心我对我好呀 这个啊我跟他结婚了是知恩除暴呀 中国有句话叫那个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这个啊 我这个人好呀 这个啊你你比如说你把这个水给我喝了 我就一辈子照给我给你端茶倒 倒水呀这个啊 那你最小的女朋友几岁啊 95年呀 95年 到81岁啊 一个老少通吃嘛 核包蛋 现在社会开放了是这个观念的问题 这个啊 你厉害的吗 核包蛋啊 不厉害不厉害这个 我是很专情的这个 因为那个我跟王轩库学 我要做全情大王子 我说妹妹呀那个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朋友呀 嗯这个嘛 我比较喜欢那种幽默搞笑的啊 能逗我开心的 我靠这个 你说的不就是我吗 这个你看呀 你看着我马上就会笑 你看着我啊 嗯 鸿哥 老子又回高老庄去了 哈哈哈 算了算了 妹妹啊那你对另外一半的这种什么 房子呢 车子金钱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吗 我觉得还可以吧啊 房子呢 有的这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 也不用太小 一百平差不多吧 一百平上海要十万块一平 一百平要一千万的这个 车子呢 哎呀其实有没有也无所谓 但是还是最好要有吧 有一辆就可以了 我有那个崩池黑骑士电 电平车一辆 市区通行无阻 停车也很方便是吧 票子我每个月上班 这个点不过来这个 嗯 那么你看我这个条件还行吗 这个这个 我努力工作赚钱改善生活 将来肯定会买得起房买得起车 什么都会有的这个啊 我是一个努力的小伙子 那等你努力啊 你好好努力 努力之后再回 啊 好妹妹啊今天四号饭了 你下次再见 这个小礼物送给你 你回去看一下里面的东东啊 这个啊 哎真的真的没关系 你拿着吧拿着吧 这个里面有东西回家去看啊 啊 谢谢你啊荷包蛋 今天请我吃饭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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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联系王就顾这个啊 对对对 下次再出来吧 下次再出来 我还有事情呢 我先走了啊 再会啊 拜拜 拜拜